华山基金会台东县各站为了筹募爱心年菜及长年服务经费 在各级学校放置爱心红包带 一名诚信学生他想要捐款100块钱 不过零用钱有限 因此他发挥创意 以手绘方式画了两张面额10块钱的硬币 投入红包带里头凑足了金额 暖心的举动让清点捐款的站长 大战士他有创意了 也感谢学生的心愉 华山基金会台东爱心天使站 一一清点着收到的爱心红包款项 其中一袋来自陈同学的爱心红包上 写着捐款100元 袋内装着的却是80元的硬币 和两张10元面额的手绘硬币 创意的爱心善举 让站长大赞窝心又有创意 其实很多小朋友会拿出自己的一些 平常存的零用钱 我收到很多红包带里面 就是可能满满的10块10块5块1块之类的 收到其中一个红包带 上面小朋友他是想要捐赠100元 但是他自己的零用钱 可能掏一掏算一算只有80元 对然后他就是想了方法 然后就另外画了两个10元 放在那个红包带里面 然后就这次看到 就把它分享在华山基金会的粉丝专业上面 华山基金会台东县各站 为从募爱心年菜及长年服务费 与各级学校品格教育结合 以爱心红包带的方式 让学生也能够扶持公益 学生们不仅捐出零用钱 还有写慰问小卡 送上糖果等各种暖心举动 用小小的力量让独老长辈们感受到爱与温暖 华山基金会台东各站 目前常年服务经费 募资情况不如预期 盼望社会各界 献爱心 支持华山长期不间断的独老服务 记者夏佳慧 台东市报道